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岛忠 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十八到十九节 诗人说 求你开我的眼睛 说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 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 神的话是极为纯净的 极其经典 没有任何杂质 人神天天赐下活泼的道 叫我们在道中生活 按真理而行 明智而妥当的运用 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我灵镇静 我们思想 我灵镇静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 在诗篇三十九篇一到九节 诗篇三十九篇一到九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耶和华是我牧者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 我彼不知缺乏 他使我贪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他使我的灵俗星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 我彼不知缺乏 虽然行过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长必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演习 虽然行过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你永远又高了我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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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生 你是庇佑 安慰慈爱随我 我要住在山殿中 直到永远又高了我的天 我一生要住在山殿中 直到永远又高了我的天 诗篇第39篇 一到九节 我曾说 我要谨慎我的言行 免得我舌头犯罪 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要用脚环勒住我的口 我漠然无声 连好话也不出口 我的愁苦就发动了 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 我默想的时候 火就烧起 我并用舌头说话 耶和华 求你叫我 晓得我身之中 我的寿数几何 叫我知道 我的生命不长 你使我的年日 窄如手掌 我一生的年数 在你面前 如同无有 个人最稳妥的时候 真是全然虚幻 世人行动 时系幻影 他们忙乱 真是枉然 积蓄财宝 不知将来有谁收取 主啊 如今 我等什么呢 我的指望 在乎你 求你 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 不要使我 受于完人的羞辱 因我所遭遇的 是出于你 我就 漠然不举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诗篇39篇1到9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第9节 诗篇39篇第9节 经文说道 因我所遭遇的事出于你 我就漠然不语 诗篇39篇第9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作为今天 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诗篇39篇第9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因我所遭遇的事出于你 我就漠然不语 诗篇39篇第9节 继续 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我灵镇静 要像诗篇39篇第9节 那样说 因我所遭遇的事出于你 我就漠然不语 并不是一件荣誉的事 那需要极大的信心 才能说得出口 而且 有有信心的人 还能说出不同于此的话吗 心遭压伤破碎的朋友 你要亲自靠近神 思想这种痛苦的悲伤 至少是要吸引你 能更加接近它 就让神在最后 向你解释祂的公义 而祂也肯定会那样做 要相信 在乌云背后 那双有无限能力的手 只会给我们 可以承受得起的悲伤 宗教改革时期 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 翻译圣经 他说 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 我会使一个扶着 离头的男孩 比教皇更明白圣经 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 融会贯通 乐在其中 今天我们思想 我灵镇静 这个题目 圣经记载许多大卫 在患难之日 心中饱受压抑时 所留下的宝贵诗篇 诗篇五篇一节 大卫说 耶和华 请你留心听我的言语 顾念我的心思 大卫所写的诗篇 有些能够知道它的背景 有些则不能确定 像诗篇三十一篇 最有可能写作时间是 当大卫逃避他儿子 压伤楼露时候 可以见得 第十节大卫提到 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 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 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 我的骨头也枯干 大卫因为乌里亚的那件事 大大得罪神 神采取先知拿丹 对大卫说 你借亚门人的刀 杀害赫人乌里亚 又取了他的七为七 你既藐视我 取了赫人乌里亚的七为七 所以刀剑 必永不离开你的家 又说 你在暗中行这事 我需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 日光之下报应你 大卫的心是痛苦的 当那儿子压杀龙起来叛变的时候 他必然想起神界的先知拿丹 曾经对他说过的话 知道自己是尝到了苦果 在众叛清理下 大卫感到自己如同死人 无人纪念 又好像破色的器皿 等着被扔掉 人是很现实的 一旦见大卫失事 就纷纷远离他 大卫说 哪认识我的都惧怕我 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 当大卫流亡在外的时候 饱受羞辱 在诗篇第三篇里 大卫说 耶和华 我的敌人何其加增 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 有许多人议论我说 他得不着神的帮助 但你耶和华 是我四位的盾牌 是我的荣耀 就是叫我抬起头来的 当大卫听见他的谋事 他知己的朋友亚西多福 投奔了压杀龙 他感到伤心欲绝 他在诗里写道 连我知己的朋友 我所倚靠 吃过我饭的 也用脚踢我 因为自己的罪孽 大卫心里充满忧愁恐惧 十篇五十五篇 四到五节 大卫说 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 死的金黄临到我身 恐惧战惊归到我身 惊恐漫过了我 他终日哀声悲叹 渴望脱离这场狂风暴雨 其间 一个巴护林的变亚敏人 就是基拉老儿子世美 在大卫 往马哈念去的那日 他用很多的言语 咒骂大卫 当世美以恶言辱骂 跟用石头打大卫的时候 爱人的见解 大卫会 缩使他的军兵报复 但他感到 这日处于烟滑 因此 不但没有动怒 反倒安慰 跟从他的人说 让他咒骂吧 因为主对他说 咒骂大卫 大卫相信这事 是处于神的许可 他就默默承受 把一切都交在神手中 大卫在羞辱中 保持沉默 不被激动 也不为自己辩解 把世美对他的羞辱 看作是 神要他学习的生命功课 所罗门说 耶和华所造的各式其用 就是恶人 以为祸患的日子所造 卡门夫人说 这是出于我 短短五个字 就如同香膏一样 令我们身心舒畅 知道神在掌权 一切的重担 就都变得轻省了 神的安排有时 好像奥秘一般 无法解释 撒旦 会借着我们所遭遇的 恶劣环境 嚣扰我们 尤其是 我们不愿意思想 不愿意去明白 单靠感觉的时候 他要是我们心不欢喜 临不快乐 但信心就是看见 那不能看见的主 并且深信自己 是在神的护必之下的 使徒约翰说 是我们胜的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大卫将耶和华 常摆在他面前 就不是被动的 回应环境 而是存心顺服 让神介入 神给大卫安静的能力 事情就过去了 没有一位选择报复 以恶报恶 而在逃难的过程中 节外生枝 在不容易度过的时刻 大卫靠着神的恩典 冷静地处理 他所遭逢的逆境 跟挫折 驾驭自己的感情 管好自己的情绪 有一篇灵修文章 提到一个见证 一对父母 因为女儿死于意外 而伤心欲绝 这个小女孩 因为在公园里 溜滑梯时 被夹刻帽子上的 拉带勾住 造成窒息而死 由于衣服 跟滑梯的设计 都有缺陷 才导致意外发生 或许有人会把 这悲剧看作是 牟利发财的好机会 这对父母可以对那两家公司 提出诉讼而大赚一笔 但他们却拒绝提出诉讼 再次访问中 做母亲的说 他们视这类报酬为血腥钱 他与丈夫了解 那些公司的领导者 并非故意要制造 伤害人的产品 所以他们只请求 这两间公司 能修正 导致他女儿死亡的问题 两家公司 马上采取了行动 虽然在那种情况下 提出诉讼 不一定不妥当 但这对父母选择 以清洁和平 温良柔顺的方式 来行事 且令人感动 当天父要我们 喝下一些苦杯 伤心的苦杯 羞辱的苦杯 把杯递给我们的时候 曼尔博士说 痛苦忧愁 可能借着一个亚西多福 或世美或犹大 接二连三打击着我们 但神若允许这件事临到我们 事先他都已经为我们过滤过了 我们抬头仰望他 就知道 我们不是在被命运不幸 或他人反复无常的习性 玩弄于执掌之上 而在接受训练 主耶稣虽然为儿子 也不能免除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 学着顺从 耶稣如何借着苦难 展现出他对神的顺从 在地上行完天父的旨意 当我们说到 让自己激动的事情的时候 要从主这儿得到启发 效法他 负他的恶 学他的样式 不要把神使用的工具 当作终极权柄的源头 神的旨意是主因 人的恶劣行径作为 只次要原因 要相信 在乌云背后那双 有无限能力的手 只为给我们可以承受得起的悲伤 想象事后大卫 写下诗篇第39篇 在诗里他说 我曾说 我要谨慎我的言行 免得我舌头犯罪 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要用脚环勒住我的口 我漠然无声 连好话也不出口 我的愁苦就发动了 我的心在窝里面发热 我默想的时候 火就烧起 我便用舌头说话 耶和华啊 求你叫我晓得 我身之中 我的瘦数几何 叫我知道 我的生命不长 你使我的年日 窄如手掌 我一生的年数 在你面前如同无有 个人最稳妥的时候 真是全然虚幻 诗人行动 诗席幻影 他们忙乱 真是枉人 继续财宝 不知将来有谁收取 主啊 如今我等什么呢 我的指望在乎你 兄女借我脱离 一些的过犯 不要使我受余完人的羞辱 因我所遭遇的事处于你 我就默然不语 我们把经文先读到这儿 当说到世美的五入咒骂 说 你这留人血的坏人啊 去吧去吧 你留扫罗全家的血 接受他做王 耶和华把这罪 归在你身上 将这国交给你儿子压杀龙 现在你自取其货 因为你是留人血的人 当下大卫 曾对自己说 我要谨慎我的言行 免得我的舌头犯罪 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要用脚环勒住我的口 他做到了 他漠然无声 神许可大卫受这样的苦 大卫勉强安静的时候 得不到安慰 他的痛苦就更加剧烈 现在越反省自己的处境 就越感到生气 他说 我的心在窝里面发热 我默想的时候 火就烧起 我便用舌头说话 对谁说呢 只能够对神说 大卫说 耶和华 求你叫我小的 我身之中 我的瘦数几何 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 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 我一生的年数 在你面前如同无有 个人最稳妥的时候 真是全然虚幻 后面跟着一个反思性的停顿 细拉 要我们想一想这个事实 约伯也曾经说过 我的日子过去如快船 如棋落抓舌的鹰 这也都是形容人生短促 主的兄弟雅各也说过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当法老问雅各 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 雅各对法老说 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一百三十岁 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 不及我列祖 再是寄居的年日 雅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他许多年日都是在 劳苦囚犯中度过的 让他感到很辛苦 特别别忘了 他在皮努伊勒 跟天使摔跤之后 就瘸了腿 跟父亲以撒相比 他的日子仿佛是 坐云霄飞车那样 经常处于惊险当中 传道书五章十三到十七节 索罗门说 我见日光之下 有一宗大祸患 就是财主 积存资财 反害自己 因遭遇祸患 这些资财就消灭 那人入生了儿子 手里也一无所有 他怎样从母胎 赤身而来 也必照样赤身而去 他所劳碌得来的 手中分毫 不能带去 他来了情形怎样 他去的情形也怎样 这也是一宗大祸患 他未封劳碌 有什么益处呢 并且 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 多有烦恼 也有病患怒气 大卫说 世人行动 十七幻影 他们忙乱 正是枉然 继续财宝 不知将来 有谁收取 大卫感到 世人仿佛 这是舞台上的演员 忙完了 就落幕下台 不要把宝贵的时光 浪费在犯罪上 诗篇三十九篇七节 大卫说 主啊 如今我等什么呢 我的指望 在乎你 大卫相信神在掌权 他的指望 在乎神 大卫求神救他 脱离一切的过犯 不要使他受 于完人的羞辱 他说 因我所遭遇的事出于你 我就默然不语 这是大卫美好的灵性 他晓得 这是神在责罚他 他甘愿接受 他说 求你把你的责罚 从我身上免去 因你手的责打 我便消灭 大卫接着说 你因人的罪恶 惩罚他的时候 叫他的笑容消灭 如一被虫所咬 世人真是虚幻 大卫最后向神祈求 说 耶和华 求你听我的祷告 留心听我的呼求 我流泪 求你不要寂寞无声 因为我在你面前 是客旅 是寄居的 像我列祖一般 求你宽容我 是我在去而不返之先 可以力量复原 今天你心里是否 也积压着某些苦楚 也就是 积压在心里 何不像大卫这样 向神倾诉 从主那里支取力量呢 主所做的美事 如今你不知道 后来便明白 在神永远有无穷的盼望 向他求 他必向你施恩 并使你力量复原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天运诗般 带来了眼光 不管天有多黑 星星还在夜里善良 不管夜有多长 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 不管山有多高 星星的隔巴 踏踏在脚下 不管路有多远 心中有爱 心中有爱 仍然可以走到云端 不管天有多长 不管天有多黑 星星还在夜里善良 不管夜有多长 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 不管天有多长 不管天有多长 自己在夜里善良 不管不 Nova 心中有爱 仍然可以走到连关 谁能划过艰难 谁能飞跃沮丧 谁能看见前面 有梦可笑 上你的心看见 希望 爱见前面 请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人生何其短暂 我们却容易陷入 负面的情绪中 不能正用生命 大卫忍受世美的羞辱 漠然不语 但是 他邻里是痛苦的 他向你倾诉 把重担卸给你 你借由他所写的诗篇 安慰我们 教导我们 不要急躁恼怒 只要安安静静地 把感受告诉你 你保护诚实人 足足报应 行事骄傲的人 无论我们光景如何 由你掌权介入 我们的哀哭 终必变成跳舞 哀求 必然转为 对你的赞美 是否我们今天所听见的 叫我们信心更加坚定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孙老中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花时我贪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它是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情过 似义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长彼岸 你长彼岸 为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 我摆设 我摆设 虽然情过 似义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